首先我们要去把我们这个杠要先拆掉 拆掉这个过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杠是如何去拆的 首先呢我们侧边这个内秤 侧边有五颗螺丝 这个是个十字形的一个自公司 我们去把它拆掉 拆掉之后我们里面这个侧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最里面 这个边上有一颗这个小螺丝 用10号的一个扳手去给它拧松了就可以了 我们去把侧边这个地方 去给它拉开就可以了 我们下面呢 这个地方是有一块护板 我们这个护板上面螺丝也要去拆的 拆完之后在这个护板下面这个杠 杠底还有四颗一个花放的螺丝 我们去把这个花放螺丝也要去给它拆掉 大家基本上从下面下去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的 外一边呢我们去把这个拆开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根线束 是与我们这个杠上面这个线束最差的 我们对插这个线束 直接去给它拔掉 避免去把这个杠 这个线 特别是我们这个摄像头现在它是很脆弱的 拆出我们的前杠之后 我们这个前脸啊 这个前脸都是需要去给它拆掉的 还有侧边的这个灯罩 还有另外一侧的灯罩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下面这个地方 它是也有一个飓风的一个罩子 之后我们这个飓风罩也是需要去给它拿掉的 原车拆出我们这个原车的一个飓风罩 我们需要去把上面这一块 去给它拆除掉 拆掉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前面 有四颗螺丝 我们去把四颗螺丝去给它拆掉 之后我们这个飓风罩就可以拿下来了 还有下面的这个地方 在拆除掉我们这个飓风罩之后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已经这个防撞钢梁已经露出来了 露出来之后我们去把防撞钢梁 包括我们下面这个刹车用的这个飓风罩 我们都得拆除掉 右侧也是左侧也是一样的 拆除掉之后我们去把防撞钢梁给它拆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前面它是有八条螺丝 在我们这个下面它有些车会有一个横梁 但有些车它是没有的 这个小横梁的下面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也是有一颗螺丝 在我们的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最上面这个位置 在我们的水壶的下面 也是有两颗螺丝从上往下穿了进去的 我们这两侧的左右两侧各有两条螺丝 我们这个螺丝也是给它要拆除掉 不然的话你这个防撞钢梁它是下不来的 看到我们手里面有一块这个前面这块石板 我们前面这块石板还是要用我们原车的 我们去给它先装上 在我们侧边还有下面这些螺丝 也是需要给它去锁住的 再装完我们这个前杠这个中支架 之后我们要去把我们的这个侧边的一个中网的一个支架 然后去给它装上 因为它是风左右的 如果要是装反它也是装不上去的 大家先去把这个螺丝去给它戴上 在我们车的左侧也是一样 也同样是这个支架 去我们给它装到这个位置 装到这个位置之后我们前面这颗螺丝 先不要去给它上上 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前杠 自己的这个前面的一个总支架 我们这个支架它是分体的 分为四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下边开始以我们右边的这个支架为例 我们右边支架 大家可以看到原车的这两颗螺丝 我们去给它先放了下来了 放下来之后 我们先捅到我们上面这两个洞里面 然后我们两个洞里面之后 我们再去把侧边这个螺丝 去给它戴上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上面那两颗螺丝 它是一个竖直的状态 在你后面的一个装配过程中是很方便的 我们这个螺丝都是选择我们原车的一个螺丝 如何拆下来这个螺丝 就如何去给它装上去就可以了 这四颗螺丝之后拧到底 但不要去给它一次性拧紧了 因为我们上面那两颗螺丝 还没给它戴紧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缝隙的 就是因为上面螺丝没有拧紧 导致它这个上不去 现在我们去把上面的两颗螺丝 去给它戴紧 戴紧的方式还是和我们刚开始拆的方式一模一样的 我们去给它拧下去 在我们去把底下螺丝装上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水壶原装位的装上 装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把我们前面的这一个横凉 去给它装上去 因为我们是封体装的 封体装我们就需要去给它单独去装 这个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片是在我们这个侧边 从侧边放进去之后 我们去给它拧上 如果你的人手足够的话 我们可以先去把这个整体的一个组装好 之后再往里装 也是可以的 上面这个支架装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前面这个替代这个防装钢梁 去给它上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这个侧边是有两个眼的 我们先去把这两个眼去给它装上 在我们这个背后锁另外一个螺母的时候 我们这个螺母是一个防拖的一个结构 大家可以不必担心它后期会跑出来 上面的侧边 上面侧边这个里面也是一样的 之后跟我们上面这个设计是一模一样的 是有一个螺丝片 去把它锁住夹紧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前杠这个套件里面 它是前中网需要给换掉的 所以我们要把原车的这个中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原车这个中网我们要去给它拆除掉的 拆除掉之后 我们去换成我们的中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去给我们卡到这个原车的这个位置 还是原装位的 往卡进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装这个侧边这个支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侧边支架和这个中网 它是一个样的 我们从侧边这个地方给它对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齐之后我们去把螺丝 给它带上 在我们螺丝带上之后 我们去把侧边这个网 去给它卡了进去 卡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侧边 侧边是有两个圆眼的 在我们这个袋子里面 可以找到这样的卡扣 我们去卡到这个位置里面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卡扣 已经卡进去了 相反我们另外一侧呢 也是一样的 之后也是同样的装法 我们去把我们的侧网 装了进去 之后我们也是去把卡扣 给它卡住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左右侧的这个网 已经给它装好了 装好了之后 我们就去把我们的摄像头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一个摄像头 已经给它装了进去了 我们需要去把原车的 这个摄像头给它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 我们这个地方是有 一个防待口 跟这个原摄像头 它是一模一样的 去给它装了进去 装了进去之后 我们去把它 再上到我们这个 铝网上面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 它这个线 它是直接就从这边过来的 我们去给它 插上就可以了 插上我们去把这个 这个网 稍微动一下 就把这个螺丝 给它直接装到 我们这个中网上面就可以 下面就是我们要把 现在的线前杠 要先给它装到我们的车上 其他位置都是原装位的 去给它恢复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去把我们的 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先去把我们这个螺丝 去把它戴上 还有我们另外一侧 这个地方有个技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架子我们是拆开的 去先给它放进来 去从我们这个侧边 放进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到这个位置 我们另外一侧也是一模一样的 先去给它从侧边的线 把两侧的这两个小钩 给它放进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现在这颗螺丝 去给它戴上 前面也是一样的 还包括我们的右侧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侧边这个地方是有点晃的 我们是这个东西是装到我们上面这个支架上面的 底下是有一个小螺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 去把它拧上 另外一侧它也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支座最前面 也是有两颗这个小螺丝 跟侧边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去也给它上上 下面我们去把我们前面的这个下护支架 去给它装上 我们在这个侧边 直接对插的结构 直接插进去可以了 下面我们去把原车的这个螺丝 去给它装上 其他的位置 我们这些试板呀 还有我们前面的一个大的一个中网 还有logo标呀 这些我们是根据原厂的一样 就是全部恢复了即可 下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前杠装上去 然后拿两颗螺丝去给它固定了 一边是那个长螺丝 一边是这个短螺丝 装上去之后我们看一下这边这种缝隙 这个地方的缝隙 如果不正硬的话 我们可以去调节中间的 中间里面那个 脱头 之后我们去把前面的这个网 我们这个网是可以直接随时可以拆卸的 拆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如下方的这个图示所示 之后有四个螺丝 我们去给它送开 送开之后 我们先把它调好 有一个人去配合你 调好之后 我们再去把这个螺丝锁紧 之后把上面这些试板 最后再去给它装好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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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